大家好 我是松下厨 买了这一块毛肚 是本来是大鱼小鱼来吃火锅的时候打算烫的 后面没吃上 所以今天打算给它做成一个凉拌的 刚好最近就是吃的比较油腻 换换口味 首先先把毛肚给它清洗干净 加多一点的玉米淀粉 一点点小苏打 再倒适量的白醋 因为我们买的这个是鲜毛肚 所以异味会比较重 我们尽量就是一页一页的洗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吵渣 就藏着的像这种 小过后我们用剪刀 把这个表面这些油给它弄掉一些 好了 我们再次给它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的话也一样就是一页一的给它打开清洗 这样会比较干净 小过后我们先把大片的给它切出来 最后像这种叶子比较窄的 我们直接给它改刀切条 接下来我们做凉拌汁 准备一点大蒜先拍碎 然后再切成蒜末 这个不锈钢的菜板真的是不好拍大蒜 都看不了我拍大蒜了 准备几个小米椒切圈 然后准备一些这种泡椒就给它切圈 再洗一根我婆婆种的香菜给它切圈 切末 切末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加一点点盐 两小勺白糖 三勺生抽 一勺香醋 半勺蚝油 再来一点芝麻香油真香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来一勺这种油辣子 最后来一点少量清水搅拌均匀 这个酱料真的好香啊 回门 而且我刚才那个清水是加的矿泉水 千万不要加自来水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煮毛肚了 锅中水烧开下入毛肚 操这个鲜毛肚的时候人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这个时间很快的 要用漏勺这样不停的角度 让它收的均匀一点 而且我们要提前准备这个凉拌开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冷 所以凉拌开就可以了 如果是夏天的话最好是放冰水里面 现在毛肚已经卷起来了 而且我们焯了三十秒了 就这样子吧 关火 不要焯太久 趁这个时间我们切点配菜打底 准备一根黄瓜切丝 爸爸 宝贝这是什么 爸爸 爸爸 喂爸爸了 给我吃 好吃 要做肉中了 好吃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泡好的毛肚 给它漏干水下来 放入一个大盆里 倒入调好的凉拌汁搅拌均匀 太香了 然后像这样拌好过后 我们就铺在这个黄瓜上面 底下酱汁也用黄瓜丝拧一下 等一下吃起来黄瓜也很好吃了 一道非常解力又开胃的凉拌酸辣毛肚就做好了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今天做了一道青草菠菜 然后花菜炒排骨 这是辣椒炒腊肉 还有酸辣凉拌毛肚 这个是龙胆鱼汤之前的鱼骨的 还有一家的一些萝卜 还有小孩子爱吃这种鱼籽 就这样吃 这几天好冷啊 你没发现 更冷感觉 不冷啊 它虽然没下雨 但是冷空气 对 我感觉没冷啊 你不冷吗 棒 这一点点 宝贝尝一下这个要不要感伦 宝贝尝 宝贝尝 吃一下 看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辣 好吃 不能玩 不能玩 加苦吃 嗯 不能玩 食物不能玩 甜美吗 对 然后就带你肥巴钢豆 还是带你酸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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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要回菜 还要 我要给你 给你养个 安眠不可以 宝贝尝 不用谢宝贝 宝贝也要吃 宝贝尝尝 宝贝尝尝尝 到现在都找不出他那个眼睛 为什么 会肿 你快下了 肿的莫名其妙 早上起来看看 昨天晚上刷牙都没有 然后睡一觉起来他就肿了 也不知道为啥子 宝贝尝 宝贝尝 是不是晚上睡着了 自己打自己啊 弟弟不要生日 弟弟不要生日哦 你不太大汗哦 一会一会 弟弟 睡汗 弟弟睡汗哦 弟弟不太大汗哦 哥哥呢 哥哥长高高 哥哥要长高高 弟弟你要加油啊 我这睡汗呢 宝贝尝还有没有 没有 这个准备吃 还有一个 宝贝尝快点快点 赶紧吃 还有一个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姐姐的 妈妈 这个鱼好软啊 不浪费我的牙齿了 不浪费你的牙齿了 多吃一点 还有 这个只有半只 因为上一次我不是做年月饭用掉了 然后这些鱼骨一头 就炖汤 不要浪费哦 好 好 好